你这搭车呢要记得给票 因为最近民众搭火车逃票还真是层出不穷 根据台铁统计 这去年平均每天就5000人逃票 等于一年的收入至少就短缺了3500多万 夸张的是 现在就连台铁的自动验票闸门 也成了逃票的好方法 因为有年轻人明明好手好脚的 却是买了半价的敬老爱心票 还可以因此顺利进展 搭火车逃票问题层出不穷 台铁的自动验票闸门 竟然成了逃票的方便之门 现在出现不肖人士 明明是好手好脚的年轻人 却买了像这种半价的敬老 爱心票利用自动验票闸门 顺利进展搭乘火车 买了一台票去 觉得里面的旅客出来 这也是有 在忙的时候就没办法去那个 很忙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验票人员透露人多使的确防不胜防 逃票方式无期不有 甚至连外籍劳工都逃票 不像民众上车之后 一旦发现列车长来验票 会立刻躲到厕所里 借此逃票 常见的逃票手法就是有些通勤族 会买最短程的车票搭长途车 甚至还有人是买月台票或驱肩车票 自动升级搭自强号 一旦被发现就是以长城报短称省下差额 朋友说他们有一次去台北 他们就是这样子是 很刺激这样子 当然他们也会准备说 那个被抓到要就是要补 根据台铁统计去年平均每天一班车 查到六人逃票 以九百班计算一天超过五千人 一年票箱收入短少三千五百多万 金额惊人如何确实防范民众跑票 也成了台铁的一大课题 捐选成股明月方高雄报道